驚奇? 驚奇 驚奇 好驚奇 每個月一次? 一個星期一次 來得過什麼? 講飲食 234頻道首歌女主持主導節目 驚奇飲食 每個星期 跟大家講飲講食 對 又說… 又說女主持主導節目 對,她弄得古具分 又說是笑聲 又說女主持主導節目 但沒有她的聲音 大家好,我是杜汶惠 你在聽的就是234頻道 我老公是一個演員 我夢想自己是一個作家 我現在都出過書 其實為什麼喜歡聽網台呢? 我想做網台的人 有一個最大的好處、益處 就是我可以喜歡說什麼都可以 有什麼好得過 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 所以請大家支持一下 以下的內容 純屬嘉賓主持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事 是 楊智龍高級督察 你遞屬香港重案組第一組 是嗎? 是 你的手下朱華鏢 謀打第二隊高級督察關月城 有什麼意見? 打人當然不對 他有很多事,好記 每件事都有他的份 我還沒想到 今年年頭,封城珠寶劫案 追兩名匪徒 出了三條街街的狗車連環相撞 抓到人 但是自己住在醫院住了半個月 銀星銀行劫案 拿了同時的鼻彈衣衝入現場 把下了三名匪徒 最近那次又跟樓灣共奮鬥 檢獲二十公斤海樂鷹 有為他一個衝入現場 我經常跟阿彪說 阿彪 以你這個聖誕在O記工作 遲早會出事 為甚麼 隔他走 好,新Mixer 繼續在我玩粒滴 轉粒滴 好痛苦 轉的 那我繼續說一下 Kelvin Spacey 這個傻子 我真是極其 極度喜歡這傢伙 演戲 很好看,我喜歡看他演戲 雖然他是基的 但是 他不承認 他不承認自己是基 好像已經出了櫃了 是嗎? 我看資料 就是Ricky說 他這麼多年都不承認 但是 古怪的就是 他這麼多年都沒有結婚 亦都很注重自己私隱 沒有人知道 究竟他的伴侶是誰 好像出了 好像出了 我印象應該是出了 OK OK 看他演戲是賞心樂事 由七宗罪 我不知道 因為看《非常容易迷反》 我的朋友很喜歡看電影 才對我說 這個《非常容易迷反》 的主角就是《七宗罪》的殺手 是嗎? 然後回看我才看到原來是他 他也是比較深沉的 他拍很多電影 他之前跟羅素高爾拍過一套 我忘記了應該是他 跟羅素高爾拍過一套 機械人很久了 假裝人工智能 什麼人皮 他跟羅素高爾做過一套 對 沒有數講的 他做過很久之前 對 那套跟 他有沒有拍過 是否《危險人物》 沒有他拍過的 《危險人物》好像沒有 有還是沒有 好像有 我印象中有 還是那套是《落水狗》呢 我忘記了 有套 我忘記了 有套好像 因為好像《危險人物》 那個導演拍過他一次 我好像記錯 我先查一下 你可以繼續說 因為 為什麼喜歡這個人呢 因為他演戲那個 他又不英俊 又老坑 那個臉就越來越倒 就是一年了 倒過一年那個臉 但是他那些 深深沉沉的 在裡面走出來的那些 那些戲 我很喜歡 他的聲音 因為他 他說話 他運用聲線運用得很好 是嗎 他說話 他是 他可以突然間變得很快 你看看《House of Cards》就知道了 因為《House of Cards》 他很喜歡突然間 跟觀眾說話 他突然間 是之前在笑笑 然後轉頭 他轉頭 跟你說 我很討厭 其實他那種特變 以及他那種聲線運用 就是作為一個 不懂得演戲的人 就是我 來看是很厲害的 是很享受的 看他演戲 就是他 可能有 這麼多年 死人老氣骨 他那些 陰濕濕 他因為很多角色 他做了太多角色 他做了太多角色 他都演過 他看他演過 挺有趣的 看他演戲 挺有趣的 而且說回這個戲 我們這麼喜歡 尤其是近這五年 我之前也說過 近這五年 近這五年 十年 身邊的朋友 都是 社會裏面 人又 開始 你也是 接觸那個社會 那個層 就是那個 你面對社會 那個 怎樣形容好呢 你正面 跟社會 要硬撼 以前年輕的時候 我是 不多角這些 不敢做 就不敢做 那些工 不做就夠了 離開你 最重要的 你不要煩我 你一煩我 就屌尺你 我不喜歡那些工 你不要跟我說任何事情 我不做就走 你不要花時間 那一種 但是慢慢去到你的年紀 開始年長 你一路 我都是一個 我自己覺得 我都是一個 蠻失敗的 就是 又不是多多輸 做些工作又是 通常都做些什麼 下層 然後面對很多 都是 你都是一些 失敗的事情 比較多 整個人 玩了三十年 你都會覺得 經常都是失敗 很多都是失敗 找工作 去到哪裡 又被人刁難 你沒有什麼 哪一齣好戲 做過出來的 那你又更加不要說結婚 那些 坦白說 為什麼我不結婚 我覺得 只會搞的 就是你結婚 因為我自己 你的年紀越大 你的計算越多 為什麼會覺得 她的角色 很深刻 或者很深刻 很重呢 就是 她和我老婆大學畢業 就已經結婚了 因為這些都是很典型 美國 雖然我都不是說 去過美國 或者我在那裡生活過 但是你又會明白 對 有些人和李青梅竹馬 結婚 那一刻衝動 你是不能商量的 你也會曾經 喜歡一條女兒 我也會 我以前也試過 有一條女兒 我找到她 我一定和她結婚 我一定和她結婚 就是你那種 湧出來的那種 如果 太聽力那種浪漫 對 如果我真的當時 跟我一起 可能我都會有一個衝動 我立即和你想辦法 如何儲個錢來結婚 那種 但其實你很有趣 人年紀大了 你見的東西多了 你認識的東西多了 你見的人不同了 正如她和她老婆一樣 大家見的人不同 她老婆 慢慢慢慢 在一個變化 有時你認識 這些就是一個生活上的變化 我很怕你會抓住 你的生活的變化 因為其實我和你都在變化 從十多歲到你三十歲 真的是兩回事 你和以前去想的 和現在去想的 她抓住你的那種變化 你就會想 坐在那裡 如果我是她 我的老婆 我的女兒 其實是否真的想生 又是那一刻 到了就來了 好呀生 怕什麼 都是這樣過 都是這樣 你沒有很清楚去想 你是不是真的準備好了我爸爸 到我女兒大了 你根本都不準備好了我爸爸 你都不是一個合格的爸爸 你經常都是一個失敗者 那我女兒慢慢慢慢 就會看不起你 即是媽媽的強勢 雖然媽媽的內心 都是一條番薯 因為其實兩個都是番薯 只不過是媽媽走出去做的 你當她是傳銷 或者是保險 她是地產經紀 她就是地產經紀 類似那一隻 那些人就偏向 你知道 出入當然要威 戴著手錶當然要厲害 好像那天吃飯 有兩個兒子在旁邊 在尖沙子吃飯 在那間火箭套 正在吃飯 在旁邊的桌子聊天 真的很尷尬 即是那些桌子很近 對 隔壁在那邊聊天 兩個兒子說什麼 當然是說 那輛車 千多萬 我的房子 不知道是二千多 哪個 那輛車 那些房子 說了幾千萬 一億 幾千萬 有時你坐在旁邊 你會想 如果你說得那一千幾百萬 你不用坐在房間圖 跟我吃飯 你在吃一頓飯 就應該在旁邊的半島 大哥 不是在這個 北京道休號 就應該在半島 隔兩條街 不用在那裡吃嗎 說一千多萬 不用一千多萬了 說二三百萬 那你也不用在那裡跟我吃飯 坐在我旁邊的桌子 這麼折舊 在那裡吃幾百元的日本食物 這麼淒涼 他老婆就是這一隻的 接觸的人 都是 你跟他去過派對 你比較聰明 之類的 那些 很多場口 我今天看到很多場口 都是我覺得很棒 最像就是家裡吃飯 要播放一些懶得高級的音樂 他玩債扒 滾了 然後就是那些衝 香港也有很多人 沒有錢衝中產 那些叫做 所以你就有時候頗有感覺 我在想如果我畢業 遇到一條女兒 夢茶茶 就結婚 好結婚 結婚之後 那你就奶照 通常都是這樣 你跟著下來的日子 就比起你原本的失敗 是誠意的 一定 因為會更加辛苦 你會更加不願意面對女兒 因為你多多一點 就變成了一個負擔 如果你再走一走 他為何會有一個變化 除了看到他的同學之外 其實他專門是 早上打飛機 然後看出去 旁邊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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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跟他聊天 嘩 What a nice 太 好東西 那些人都很假 對 做些花漂亮 旁邊的房子又很假 兩個人 說了一些對白 他站著看著 要不要 他就在那邊打飛機 因為我很喜歡他打飛機 我很喜歡看他打飛機 那個感覺 一個男人一個飛機 女人永遠都不會明白 那種 發洩 發洩 即是那一下我真的要 有時不是我為了打飛機 是你真的要套了一個口氣出來 輸一舒緩 整個壓力 五上一年多的男人就會明白 年輕人是不會明白的 你會明白 那個飛機對你來說 每一天他就說 這個就是我每一天的高潮 那 他打完那個飛機 上班他上車 那他老婆在車子 他在車子 他一邊在車子 一邊在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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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說 其實我人生都很開心 有老婆有女兒 現在又起床 全部都好像很美好 但是 我人生很硬 他總是少了少少 一些 一些東西 那樣的人 但我就不知道是什麼 總之是少了少少 那 講他上班 那些 善口善面 跟我一樣 善口善面 基本上回去 就是要做一些 就是那些 one two come on girl come on girl one two 那些 大家都是這樣 你上班 很多人都是這樣 那種 壓迫回到家 老婆還不理解你 又說 老公 你不可以不掌進 你看我身邊的朋友 全部都買了 你做什麼 你告訴我 你透過香港之後 老婆 就要買樓 因為我要歪給別人看 或者 我們要有個目標 要達成 我的人生的目標 女兒有 有你在那裡 我就要追求生活 我不可以 走出去被人看不起 又或者生活過得 平淡又或者很平淡 我不要這些 我是要一些更加好的東西 其實 這個不只是美國 身邊都會是這樣的 很多女人或者很多人 那你就要追求每一件事 那你一個壓力壓迫 壓迫到他 所以那時候就打飛機 那時候就抬起頭 跟他去派對 他老婆那些 然後有一場戲 為什麼他都會開始爆發 除了見到女兒之外 見到他女兒的男朋友 他女兒的男朋友 同學 那時候還不是 他說 你認不認識 然後他就說 這麼過癮 因為最初他都敷衍他的 是嗎?你住家嗎? 好啊 好啊 然後鬼書問他 是否有趣 試一試身 有什麼 兩人跑了出去 他跑了出去之後 在那裡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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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經理就走出來 就說 因為他在那裡做時應 他女兒的同學 他女兒的同學 在那裡做什麼事 你跟人聊天 你搞錯了 我請來做事 你在那裡吃煙跟人聊天 他不要緊 他說 他說 我不做 他說我不會出錢給你 他不會出錢 他說 然後Catvin Spacey 那一刻他就真的吵架 為何你這麼有型 他不是看你 只是偶像 為何你會直接跟他 說不做 他就解釋 他就說 他又覺得很可愛 為何你會這樣 那開始 他就由四十多歲 一直想回頭 其實 我經常都會這樣想的 我自己都會這樣想 回頭 我是不是錯過了很多事情 在中間 或者你三十多歲都會想 其實你回頭 細心看 是不是錯過了很多事情 是不是有很多事情你想做 而你早早決定了一些 例如結婚 又例如生小朋友 又例如買一層樓 做了按揭 然後就困著你 你很多事情做不到 好像我的同事 想買一雙球鞋 即是踢球 300元和700元 當然買到300元 最好有100元 買給兒子 當然買到700元 賣給自己 300元就300元 雖然我也不太喜歡這個款 但還是球鞋 還是踢球 不要緊 當然要 這一種 你是一個壓抑 對你 有些人會 回頭看起來覺得 很不值得 我是不是真的要這樣 過一生 過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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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搞成這樣 為何要搞成這樣 我都會問自己 為何走到來一天 會搞成這樣 為何這麼霉靈 為何人這麼成功 他可以辭職 真的跟我老闆說 吃屎 你 其實我行不行 我可不可以 在那一刻 他就開始 胡思亂想 但其實 他當時是覺得 不是胡思亂想的 上班 他就不做 老闆 這些是我們每一個 城市人 或者每一個人 打了很久的工 真是心聲來的 我不做 那些人說不做 就夠了 你收費 因為他寫了一封辭職信 那封辭職信 每天都打飛機 在廁所裡 然後老闆又不知道 跟誰有路 諸如此類 然後他還要 怎樣說 他還要勒索 勒索 他應該是管理人 對 就這樣 你就補一年糧給我 加上福利 然後他就說 不要緊 我便去周圍說 你這麽西出版社 老闆怎麼用工數 就是自己穿櫃桶底 這樣你也行 你真的不用害怕 我隨時說 你逼狗 我幫你取消 你信不信我 我瘋的 然後老闆就說 你真是西人 他說 是呀 我是西人 那你給不給 然後他就拿著 撿了紙皮箱 一直吹著口罩 YES 這樣就走了 很有趣的 這幾部分 是很大快人心 大家都想這樣做 很棒 接著那個老闆就去吃漢堡包 那個老闆 笑死人 那場戲也是 去吃漢堡包 咦 你要請有個黑人肥的 又年輕一點 30歲左右 咦 你要請人嗎 接著就跟他說 那些反應都很實正 真的 我都不請經理 有經理 不是 我這裡只是請老闆 對 我就是想做老闆 然後進去見公 那個經理 那些經理 都是25、26歲 看著他 然後欠問你 你不要玩 你四十多歲 你見麥當勞 站前桌 你玩我嗎 然後他說 屌你 我有做過快餐經驗 他說是 不過是二十年前 然後他說 你們有什麼清零 可以的 沒事的 可以的 那場戲很生氣 他其實就是把一些 我們叫做 所謂失敗的男人 不想做的 一次就做出來 想認識女生 想兒子 練大隻 想自由自在 想吵架自己的老婆 想跟女生說 你糟糕 你說什麼 他就做回 可能是典型失敗男人想做的事 所以就可能有 某部分人會看到 有很多人心 好笑 Hello 歡迎你來到759 是啊 759又開新店了 無論是薯片 汽水 果汁 任何的日韓小食 總之你想吃的 想喝的 想買的 都歡迎你來到759 大家想來逛逛的 都歡迎你進來759 我是蔡蔡子 現在呢 你們聽的是 234 我是一匹靚子 和一條毛毛蟲 歡迎你們收看 我從小到大都覺得自己可以 電影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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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繼續等我再說下去 接著呢 他在那裏做 很好笑 接著就開始他的 復仇計劃 即所謂的復仇計劃 不是他練他粗 也是練大隻而已 他復仇計劃的意思是 就是復仇 復仇了他以前很想做的事 就沒有做到 例如換了車 走去換了日本車 換了火鳥 他老婆一回來 那車是誰 我買的 想換很久了 他老婆一想打疾 你為甚麼傻子 你有沒有問過我 然後他說 你也不能駕駛 對 你也不能駕駛 你弄得了 之類 接著開始健身 因為同學就說 我喜歡男人 就大隻一點 他直接說 如果你老婆 多一點都想得過 他就朝思暮想 然後又發夢 另外一場戲 就好笑 他一路發夢 就走進浴室 那女兒就躺在浴缸上 鋪滿了玫瑰 所以他那個美女友序的poster 有很多玫瑰 對 鋪滿了玫瑰 他就伸了手 兩腿之間 就是這樣 他一直橫 接著鏡頭剪回來 他就說 其實是躺在老婆旁邊 在那邊打飛機 打飛機 最好笑的 他老婆 他就說 What are you doing? 接著他就說 接著沒事 你混蛋啊 打飛機 接著他就說 沒有啊 哪有呢 接著後來他就說 還說謊 接著他就說 是打飛機 好笑的 那場戲 真是壞 你想想你做一個男人 有一天去到 你躺在老婆旁邊 打飛機 即那個感受 真是 真是不知怎樣形容好 我在想 我想到會 因為其實 我自己這樣想 他喜歡他的女兒 那個同學 我也曾經試過 看到一些 比較年輕的女生 即是有些十八九 美女 美女 即是跳皮 即是在你面前 跳來跳去 這樣 你真是很吸引 即是 你真是 比較多 一個馬路來講 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 和你一個十七八歲的妹妹 即是她那些跳皮 或者她那些反應 很多事情 是你好像很回味 很久沒有見過 你是會 有一刻 真是會想的 即是會幻想的 即是當然想 那你有一刻 真是會幻想的 當然你溝通下去 又不是那一回事 或者你適落 就不是那一回事 肯定 但你會有幻想 你會像她那樣 有很多不同的 即是不同的幻想 是正常的 但她那個幻想 即是過了龍 那位小妹 每個角色 也都是有她的 古靈精怪的背後 一個美式的 典型的代表 例如她是那些 大眾鳥虎 她基本上就不是 但就要認威 即是剛剛那些年輕人的典型 因為其實那個女同學 她其實在心底中 覺得自己很不忍耐 但為了令到別人說 她很忍耐 看到那個記者覺得 幾個合眼完便又想 其實她說 你老爸都忍耐 其實她都是假裝的 她的典型是很忍耐 然後她的女兒也是 其實那個女兒很喜歡古靈精怪 但假裝呢 但因為你一隻古靈精怪 就被人歧視 你會惹的 那些傾刑 古靈精怪 她又不行 但隔壁的那個男孩 巧巧又有一個古靈精怪 隔壁的那個 又是其中一個轉捏點 很重要的 因為他爸爸 因為他爸爸是一個很典型的 退役軍人 很典型的 美國最忍保守那些 因為其實很多軍人 尤其是那些最舊派 或者我不知道現在 很多軍人都很討厭 其實近這十年才剛剛 因為其實以前 我最近看一篇文章 我那些 正確的資料 我忘記了 是最近這十年才容許 同性戀 如果我沒有記錯 其實也一直有些 所謂很多很男人的運動 例如足球 米式足球 那些都很歧視 同性戀者 他爸爸是最典型的 即是 他一看就是 屌死基佬 因為那兩個人 隔壁的兩個 結婚就過來 來說 我們新搬來的 然後給他一些東西 撿了一些花 一些食物給他 接著就介紹他 看一看 他們兩個已經很不忍精神 因為他跟他老婆 有人敲門 他就馬上問他老婆 即他是那些 沒有什麼朋友 沒有朋友 又是一些 有某些人 有某些人 香港也有 那些老爸是真的這樣 沒有朋友 他的生活圈 真的困了 跟他老婆兩個困獸 打勾他老婆 接受不了 一些外來的人 這麼早 你約了人嗎 他老婆沒有啊 真的沒有啊 你看到他老婆很害怕 沒有啊 真的沒有啊 接著就看一看他兒子 接著就開門 那兩個人很友善地說 我們是旁邊搬來 不知道是他搬來 他搬來 我們旁邊 歡迎你們 新的鄰居 給了一塊東西 接著給了一塊東西 他就說 他是我的夥伴 接著他就說 你們兩個銷售什麼 我們不是銷售的 其實他都知道 他們兩個是相機 他就說 什麼商業 他們兩個是相機 一個是做醫生 一個是做律師 一個是做醫生 一個是做律師 那些是中餐 他就說 後來他們兩個 就很尷尬 你看到他的樣子 他就說明他很討厭 他就說明他很討厭 其實他爸爸就知道 找到他好像有些草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 那個小孩什麼都拍的 剛巧有一次 他拍到Kaven's Place 就全部剝掉了 然後他就說 你們兩個幹什麼 他就覺得 為何你突然這麼有錢 又無論有個馬佬來找鋼 你幹什麼 然後因為他打鋼兒子 他兒子就發脾氣 就說我幫他含鋼 是這樣的 他就當了他是機 因為他就裝過他 他就在蝦草捲草紙 還有幾件事 他有健身 又把兩個機佬一起摸布 然後他後來去找他 就去問他 Kaven's Place 就說到 我和我老婆 都是婚姻染色 然後他基本上 就當他是機佬 然後誰知道 原來他爸爸 其實心底裡也是一條機佬 他忍不忍著 親了Kaven's Place 你覺得他是心底裂命的機佬 他是機佬 你覺得他是機佬 我覺得他反而是 他是機佬 他是機佬 我反而覺得 他是最認真機佬 你竟然搞我兒子 我過來 就想試一下他 他是不是 那一刻 我覺得就不是 為什麼最後要殺他 因為他機佬這個秘密 他覺得不能夠被別人知道 所以才把Kaven's Place 他就是一種反射 他那種異常憎恨機佬 因為他知道自己是有機佬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我理解 我自己反而覺得 他有心就 就是說他搞他兒子 他兒子走了 然後他就過去 人生最重要的是我兒子 到最後跟你女兒就走了 你就搞我兒子 然後兒子就走了 我一想 我自己就覺得他過去那一場 就是想試駕他 是還是不是 確認你是 我一定殺了你 結果他疼了他 因為Kaven's Place 也沒有解釋 他有 他說你誤解了 對 他誤會了 但他又沒有正式 I'm not gay 就是告訴你我不是gay 不是 其實他應該是 他應該是 不想我的秘密給別人知道 那個爸爸 就是這樣 其實還有 我多欣賞這部電影 是他的 他是很舞台劇 例如音樂 吃飯的場景 獨白 你知道武樂器有很多 V.O 那些V.O 當然 很大程度上 怎麼說 是因為演員好戲 剛才我不知道 上一節還是兩節說過 最後那段獨白 演員不好戲 整件事就很噁心 你會覺得 你為什麼要發生 你裝什麼噁心的正人君子 插下去 你為什麼要發生 你的戲差一點就做不到 另一邊商 先說他老婆 他老婆另一邊商 是搞上了地產大 即是那些經紀 金牌銷售市 搞上了 剛剛在那個 他做的那間 老麥 因為他一叫東西吃 他聽到 你老美 我老婆 他就走出去 送給他 那一刻 因為外國有一樣東西 叫卡普 即是你去一些快餐店 你去到會有個 加拿大部 有的 有的 北美也有的 有個對岸機 你駕車過去 他就問你要什麼 你拿單 就去他 一個對著馬路的窗口 拿些食物走 他就在對岸機 聽到他老婆 跟另一條馬路 一陣 他馬上衝到櫃櫃 然後 嚯忍了一群人 然後他老婆 你不忍胡了 沒有不會 你跟他搞上座 沒事的 真的沒事的 你開心就行了 反正我開心 大家開心 然後 那個經理的黑人 他那個經理都受不了 嘩 你這樣說 他外面的兩個奸婦 嘩 你兩個這樣都行 然後他就吵架 他說 關你什麼事 就是我兩夫妻的事 然後 Kevin Spacey 就忍著他 那就關他事 因為他現在是這個經理 哈哈 他有權干預 然後吵架 然後他 到最後他老婆 拿一架槍 就會殺她 是 那我覺得 他那場戲 之前我所說的一切 我都很想做的事情 例如辭職 例如健身 例如搞女兒的同學 我也很想搞的 但是當你賣牙那一下 有時候就是這樣的 男人有時候 或者是一個正常的男人 就是這樣 你一賣牙 有時候有些位置 那一刻 那一刻 一叮那一刻 你真的會醒 有某些場口 或者某些場景 因為其實 他的女兒 也很害怕 最後一刻 他說他處女 我處女 香港溫柔一點 他覺得 那一刻又不是那麼好的 然後才開始 跟那個女生 聊天 兩個人無聊 我覺得 會的 有些時刻 我都會去到 埋牙或者之類 都是突然之間 你會 唉 好像不太好 雖然那一刻 真的很難 你不可以商量 可能會說 你在演戲嗎 晚上都脫了半 脫了半 你不想 不是的 你就錯了 你這麼想 歷練的時候 當真的 埋牙一刻 你真的會 會有些事情想 即 年輕人 沒話說 你真的要回到 上級 或經驗 到你埋牙那一下 你是會 很多事情想 即 不知道 總之 去到那一刻 你突然之間有很多事情想 你又會覺得 是不是這麼好 即 是啊 是不是真的要這樣做 然後你回想 之前所做的事情 其實他也是掛自己一把 即是 其實是很多 你怎樣來到這一刻 其實 之前所說的很過癮 那些 其實是昂咎 你不可以去到四十歲 你結婚了 買了房子 你才想換個火鳥 或者我想做些什麼 之類 你不可能 一個這樣的男人 或者一個這樣的人 基本上是不能夠的 即如果你去到四十多歲 才發覺 其實我喜歡蝦草 或者我很喜歡 什麼 林林總總總 其實兩夫妻兩個人 都可以責任 上個星期我們二、三、四 都有說過一些相處的事情 另外有一場就是他老婆 剛剛去完街回來 不怕是跟那個男人 醫院回來還是什麼 然後他在玩搖控車 撞到他的腳上 然後他就跟他老婆 說一些 他們讀大學的時候 的相處 或者一些小事 他們兩個才知道的事情 然後他就疼他老婆 就預備 來了 怎知道 他老婆剛好轉過去 一看到他一瓶啤酒 他說 喂 你可不可以不要拿一瓶啤酒 上沙發 因為這瓶沙發 不知什麼意大利 這瓶沙發是意大利的 不知什麼事 絲綢 對,絲綢的沙發 你弄髒了 他就扑你那街 沙發就是沙發 他說這不是普通沙發 是意大利沙發 那就是一張瓶沙發 到底 我比較重要 還是沙發比較重要 還是我們關係比較重要 到底你那個生活 或者生命 裡面 是沙發很重要 還是我重要 其實是很值得 很值得心思 有時候我都覺得 是不是有 有一些東西 是 是 在生活上面 找回一些生活 就是 你一路做一下 做一下 做一下 上班 上班 或者在這個 這麼緊迫的城市 你慢慢慢慢就會磨滅了你自己的原本的東西 一個人原本的東西 或者你原本的思維 其實很多東西可以套進去 就算現在 例如 很多物質上的東西 是不是必要呢 是啊 很多 你在做的事情 是不是有意思呢 例如 大家拿電話出來看 其實有時候 九成的影片都是垃圾 你看人家打遊戲有什麼意思 為什麼你不知道他打遊戲 你看人家打遊戲有什麼意思 就像我們的節目一樣 為什麼你不去看電影 例如我認識一個人 因為我自己玩玩具 我幫他買玩具 可能這個人很麻煩 買完也算 然後我知道了 他的玩具是全部不放開 放了自己的寵物櫃 你買來幹什麼呢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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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難威 可能 例如 有時候我覺得 那些人買一些貴的東西 我明白 但有時候我覺得 那些東西買來使用 我不是叫你弄壞它 但 說真的 這個世界很多東西 都是消耗品 基本上任何東西都是消耗品 包括你自己的生命 那 那些東西是不是都會玩完 那你又何必 即是說到 哇 那隻角瘋了 瘋了就瘋了 回頭 我自己有時候覺得 為何我那麼喜歡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是最佳電影 為何我亦都不喜歡這部電影 就是 有時候回頭 就是你想想 生活到底是一樣 什麼 還有我覺得 這部電影講的那種感覺 因為這部電影 也是這個劇本的 就是 講那一條小孩拍攝 然後膠袋飛來飛去 對 即是你又不知道 美麗在哪裡 都好像挺有趣 好像有點東西 總之那個膠袋跟我跳舞 那個編劇都說 是因為他在那時候 世貿未臨 他在那裏 附人看見一個家庭這樣飛 他看了很久 他覺得多漂亮 多可愛 他才當作了一個劇本 即是 其實他是 美麗不美 你高興不高興 其實都是那個感覺 是一個感覺 看你怎樣看 說到尾都是 所以 他到最後 即是死了 他一開場就說 你一zoom太久 他就說 我是一個人 我接下來這幾天 我已經死了 但當然這一刻 我不知道自己會死 那幾天 生活 或者生命 這個戲 你要回到一年多才看 值得你去反思一下 我喜歡的戲 因為看完就不是看完 看完就是你可以想一下 到底有沒有一些部分的東西 你可以配合到你自己的生活 或者生命 去衝擊一下你自己也好 或者去提示你 找回一些舊的東西 一些舊的思維 或者找回一些你遺忘了的東西 所以他在最後那段 為什麼你很感動 找回很多遺忘了一些小的事 一隻手 去看星星 很多不同的野劇 可能我們都遺忘 因為做一下做一下 很多事經常都是這樣 上班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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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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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慢好像忘了 我們為什麼要在這裡 其實最接近的 我想大家試想一下 大家吃飯 很多時候都只是為了填包 其實你有沒有吃到 那樣東西是什麼味 有沒有想過 其實吃到一些好吃的東西 應該很開心 有沒有真的認真 我不想用認真 去品嘗那件食物 還是為了吃完又要上班 隨便找東西塞進肚子裡 其實是一些很… 你感受到的東西 是不是大家已經沒有再感受呢 我會這樣說 生活 而且死 他為什麼一開始這樣說 就是 我怎麼知道自己會死 我也不知道我接下來會死 所以他很放縱 那些東西 所以都不想你去救他 總之就想做 即他只想做就去做 那一刻不想救他 還有他有些像什麼 他的對白也有說 他初來很想 給老婆欺負的時候 他就說 其實我和死都沒有分別 即他不覺得自己生存 你看到網上英文中文 都很多人去詮測 那套戲說些什麼 其實我覺得不需要 不需要 即你自己看到什麼就是什麼 那套戲 你覺得好看就可以了 還有你有東西放進袋 拿走 我覺得這些 這是為之好的電影 什麼電影為之 就是看完之後 你可以回味再回味 一直想著 或者去過到某些 你記住那套戲的內容 去到某些時刻 你遇到一些 critical的決定 或者之類 你可能可以拆出來用 或者可以拆出來做一個參考 或者你想一下 別人來講一下這樣的故事 這些就是有用 那不是說 那些事情 不只是有這些戲 戲有很多種 某些戲 你真的可以戴著樂袋 有一天拿出來 如果套到這個情境 是不是也是這樣 我們是否應該 去想清楚 每一件事 去做每一件事之前 去想清楚 還是我們是想做就去做 還是怎樣怎樣 有時就是這樣 電影就是有這些 很多大道理 或者很多東西 我不是讀很多書 很多大道理 都是看港產片 看電影 或者很多這些途徑 去到拿 或者去到吸收 所以 在我的根裏 是 怎麼都會有一份正義 因為 從小到大都看港產片 看得太多了 那港產片很多 尤其是早期的 很多是英雄主義 正義 有些事情是不可以做 有些事情是不好 都會在電影上 不停地影響我 從小到大 因為我很小 我看很多戲 那就會影響得我好心 那我記得很多 所以為何記得那麼多戲 他裡面的人物 因為大部份很多 都是黑社會 都是中的 黑社會都是講義氣 那變成對我來說 慢慢慢慢潛延密化 就會 我會覺得 對我的影響都挺重要 最簡單 不用我媽教 看得太多 你都知道 你是不可以做一個壞人 就是做一個壞人 或者做一個壞心腸的人 是不應該 也都是不好 那他們慢慢慢慢 教化了 對到你去看美國電影 或者看一些另類的 他有另外一件事 那你也成熟 那你可以抽身 退後一步 去看看又是一個不同的立場 不同的角度去出發 又得到一些不同的事情 不知道 可能現在的社會壓力太大 最近大家都知道炒得最熱的 不關電影的事 是一些難民的事 我不明白的是 為什麼做好事要被人批評 就是為什麼去幫助一些 有需要幫助的人 是所謂的交 所謂的想得不清楚 就是很多原因 就是我不明白 為什麼把嘴巴賤的人 竟然是叫做 很客觀 我是說濕狗才子淘結 為什麼要理性地批評一件事 就是我不理解的 就是可能社會變了 我不知道 不知道 總之這些事情 咬來咬去都挺煩的 你又吵我 我就吵你 就是誰對 誰不對 我有時覺得 不如大家 全世界都退後一步 去看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或者我不太會說 總之 我覺得值得去討論 這件事 值得大家一起拿出來 去教社會 到底是教 還是 我實在主義一點 要收回來 我都要考慮錢 或者考慮很多事情 就不是說 我們站出來 老蕭 正傻子 陶傑 全家產 又是那些 我覺得 反而出來的效果 就像宣傳 就多過 你們去認認真真討論這件事 我覺得很諷刺 左膠什麼東西都收 然後說 不太好收 恐怖分子 其實這個世界 是否只有 什麼東西都要收 以及一個都不能收 很多角度 即是 是不是可以收 可以做很多事情 而不是 左膠 其實我很討厭這些字 老實實 一說到人身攻擊 這樣就過了 說了 那是否不討論 還是怎樣 老實 我到現在都很不討厭 喜歡陶傑 我一生都不喜歡他 我覺得這傢伙 市場喜歡什麼 他會說什麼 我一生都想跟大家說 他講些話 不能太認真的 誰給錢 他會說什麼 看他以前幫誰寫文 就知道 算了 我們也是 你看看他那部電影 他那部電影 他那部電影叫什麼 愛迷床 愛迷床 好像是 很難搞 就這樣 後一個星期 我們再見 大家有說什麼 OK 拜拜